特別注意了 這兩個房間是放單人床的 真的耶 你看我們這兩個房間都是雙人床的 甚至三個房間都是雙人床的 我們就是要好好服務客人 把所設想的東西 我們一次幫你到位 而且感覺也是蠻一條龍的服務 甚至我們還有很多 未來入住的一些售後服務 房地產你要能夠比較保值 或是未來有增值空間的話 地段跟地點是第一選擇 像我們通常我們在選地的時候 我們會偏比較是市中心市區的地 最重要就是格局 那因為格局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要講究的是CP值 也就是說它的CP值越高 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這個評數就要稍微大一點 37瓶 可能跟消費者要提供一個習慣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先看大框架 平面圖的大框架比較偏方正 對於產品來說的話 基本上是比較好入手的 再來我們要看一下 它整個平面的架構有包含哪些 那我們先看一下 它們都37瓶都是有獨立的玄關以外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1 2 3有三個房間 我們這邊也是1 2 3有三個房間 可是這三個房間的尺度 又要特別注意了 這兩個房間是放單人床的 真的 你看我們這兩個房間都是雙人床的 甚至三個房間都是雙人床的空間 所以空間很重要 不是只有數字而已 這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很舒服的居家空間 對 這感覺是有一點點局促不安的感覺 而且它有很多空間 基本上是浪費到這個走道的空間 但是這裡走道的空間都是浪費掉的 因為其實同樣坪數的感覺這個大很多 以37瓶的一個坪校來說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非常標準的 客廳 餐廳 獨立廚房的空間 這就大三房了嗎 跟剛剛那個比起來 比起來是不一樣的 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這個廁所空間 我們還要求就是說 進殼了的 都有一個通風採光 而且其實你們的建案 都是選在這個市區的這種黃金地段 可以住到這麼完整機能性的這種豪宅感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我們農職人在選地的時候 我們不太希望那個土地太瘦 太畸形 太畸形 像這個 對 因為我們董事長很愛就是 最好是買角地 那角地有一個很好的條件是怎樣 我們都可以多很多的 兩面採光的空間 那在規劃平面上 其實基本上就比較容易達成 而且我覺得你們做這個有感 真的蠻有感的耶 就是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人性化的 就有考量到你真的要住進去啊 家裡的成員的需求啊這樣子 對 因為常常我們董事長就會勉勵我們嘛 告誡我們一句話就是說 人一輩子最高的消費呢 基本上就是房地產 沒錯 對 那常常我們以往買房子的經驗是什麼 就是你買的房地產 比買一台國產社的服務還要來的差 所以我們告誡我們自己 我們的初衷是什麼 我們就是要好好服務客人 這一輩子第一次這麼高的消費 對 我們要好好服務它 把所設想的東西都可以一次到位 不要那麼擔心 不用那麼麻煩 而且感覺也是蠻一條龍的服務啦 就像這個設計啊什麼都會包含在裡面 對 甚至我們還有很多 未來入住的一些售後服務啊 我覺得是一個優勢 其實我們巨森有注重美感跟機能性 那這兩個東西除了在我們設計室內空間之外 在公設的話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設計 當然 因為我們公設基本上不做過多設計 外食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然後網購的需求也很大 所以這兩個空間我們是一定要必備的 再來就是交易空間 那這個交易空間未來要幹嘛 買我們房子你住進去 一年內是不用付管理費的 那蠻吸引人的 對 那這不用付管理費以外 我們還代為經營社區管理 就你整個生活就是可以在這個社區裡面 都可以一起搞定 沒有錯 因為我們把硬體跟軟體 就是用未來代管的模式啊 我們是把它放在一起做設計的 嗯哼 對 因為未來是我們代管 我們有提供早餐 對 那早餐我們不是只有一種 住進我們社區之後呢 通常都長胖 2公斤至5公斤這樣子 真的嗎 對 所以它就變成要逼自己去運動 是這樣子 就是吃的太好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 從事房地產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區域的商家是能夠共融的 哦 對 不是我們在這邊蓋房子 我們希望這周邊的商家 就因為我們這些優質的客人 能夠共同分享這樣的經濟跟需求 這樣其實真的是在背後 我相信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對 剛剛副總跟我們分享的啊 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就雖然說現在物價年年上漲 然後房貸的利率呢 又是不斷的上漲的狀況下 還是有一些小Payboard 比如說呢選到好的產品 選到對的地點 然後呢透過很完善的平面規劃設計 還有產品它的稀有性 那其實也可以讓我們在有限的預算裡面呢 可以很聰明的來抗通膨 所以呢接下來的幾集節目呢 我們也會持續為大家來更新最新最熱門的 方式資訊 那我們今天謝謝副總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